好 高雄有民眾買了培根吐司 一拿到就發現真的只有兩片吐司再加上一片的培根 而且呢 這個吐司烤得焦焦的 也沒有其他的配料 一份要35元 讓他直呼說 這樣子真的合理嗎 有網友看了之後也覺得好空虛 但是當時店家則喊冤說 這樣子的培根吐司定價是25元 但是呢 這位客人使用了外送平台點餐 所以價格才會貴了一些 機場露露迫不及待打開餐點 卻看見焦黑的吐司 連主持培根也只有一片 消費的胡先生瞬間食慾全消 只剩滿肚子氣 其他焦味其實都差不了多少 但是裡面就是有一定的蛋啊 或是小黃瓜 梅奶滋之類的 空虛的培根吐司讓他簡直看傻眼 氣得拍照PO文發問 文章結尾還連放三個問號 質疑這樣真的要35元嗎 我沒有辦法接受 最多25吧 有點淒涼 看完照片再聽到價格還真的有點尷尬 同樣品項不同家比一比 左邊胡先生點的培根吐司 只有一片培根沒配料 右邊其他家除了兩片培根 還有小黃瓜 有網友看了就直呼培根吐司 就如其名 確實只有培根跟吐司 只是吃了個空虛 因為我的價錢也是都是公開化 在網路的他 因為他要抽成嘛 所以他們價錢一定會再弄上去 找到店家老闆娘也覺得委屈 營業30年都是這樣的做法 絕沒有偷工減料這樣的培根吐司 本店價只要25元 對方因為用線上平台點餐 才會多貴10元 如果要避免這樣的一個糾紛 業者能夠有一個量說圖示 或者食品實際的東西 購買方式不同 價格也出現差異 有人可以接受 也有人覺得離譜 就看消費者怎麼選 記者陳沛純柯上號告查不到 那麼多貴